大家自从我们拍视频以来 你们应该很少看到我们夫妻俩很和睦的 很正经的坐在一起跟你们录视频 我一直都挺正经的 有一件喜事要跟你们宣布一下 就是我们准备搬回去住了 小的来说是我们搬回去住 大的来说是婆媳管系 得到了欢景 我这贼就笨 自从我们五月份跟我爸我妈吵架 由于家庭的各种矛盾 是你这问题 吵架了 然后我老婆呢 以气之下 为了袒护我 把我带出来 祖皇子住了 但是经过最近一段事件 你这个彼此的反思 还有对小孩子生活学习环境的观察 再三考虑 我们决定搬回去住 像我妈那头呢 我还没说 等一会我们回去 看看她老人家是什么样的反应 什么样的性情 真的 你把她给我撵出来啊 不是你正话说 咋不往好处想想呢 看看她是不是是不是很激动啊 以此爱不关于我们人 其实说实话呢 我每天晚上都回去 我从他们那烟痴举止 我能感觉出来 她还是希望我们回去的 那决定呢 哪有老的不喜欢 那我就简单地说一下 我老婆跟我妈的性格 其实我老婆呢 这次吵架呢 80%的原因是因为我 我老婆她是一个不说不讲的那种 儿媳妇 其实像我老婆这种性格呢 能把剖析惯系搞得那么酱 多数的原因都是因为我 本来就是 你要每次吵架 不摔手就走了 能有今天这一步吗 对对对 我也烦死了很长时间 说实话 我个人心里也比较难过啊 像我老婆她就是不说不讲的 没有什么样的小心思 她就是一个知性格 你说你让她去处理一些 感情的细节 她是根本就搭不到那种程度里 也不会像某些儿媳妇那种 嘴天 嘴天 会她好 会她好 我没有 其实有很多的小心思 小小算盘跟她打着 但是像我老婆她不会 她就是硬脾气 像我如果别人说我是知男呢 我老婆她是一个知女 真的 她就是一个知女 她根本就不会处理 一些细腻的感情 对 我不会花心思 去讨好什么什么的 正好这种杠脾气 遇到我妈那种杠脾气 产生一些火化 这次呢 我们回去尽量避免一下 所歹老一句话 就是我还是没做到位 我这个身份做的事情 还是不称之 主要是你跟里面跳河 知道吧 对 我妈那也没有什么坏脾气 我跟她都处不来 你说她能跟谁处得来 我是跟她脾气最像的人 对 一模一样 人子吵上 谁也不让谁 杠到底 人呢 还是比较心疼A女的 也比较辛苦 在家养主 现在每天晚上 还去逮个马荒 都逮到一两年 两三年 他们现在就准备 回嫁 先把嫁离 收拾一下 这面方子 我们不退 能到齐了再说 是吧 我晚还得回来书两天 嗯 好了 你看我洗 我今天穿得漂亮吗 好了 我们先回嫁 收拾东西 视频继续 金黄色的水道啊 是不是马上瘦了 对 马上要分口辣啊 你俩帮吧 看看妈会怎说 他们回来啊 妈 妈 你干嘛的 小心车 去过了 我喝的菜给主持人 哦 跟你说件事 什么事 阿门准备搬回来住了 搬回来好啊 还你 当时也是 拿点不操作的 讲到你再生气 你也善了小孩子 催你这么说 你也善了小孩子 你计较也没有用 俺也不计较你 你得来家 你落下哈 奶奶我今晚还去家哈 我去家看看妈妈 妈妈都今天给家 今天都没看到你了 她说不行 我知道 我妈妈会生气了 不得生气呢 紧张够了 我今晚还去家哈 落下紧张够了 我们今天先来打扫打扫 先给屋里打扫打扫再说 天天喊人家洗衣服 昨天用心 我那时候给你妈刷 我也捞不到 不行 哪有人是给他刷 都自己刷的 安是可以给他 没星期自己刷 不行 远不得我 车上去 泡家拿回去 没什么的 不是我们家 隔地带他家 行了 到了 现在给屋里打扫打扫 现在好一点了 这沟现在好一点了 以前好没有进 人家抛弃他的 你买这盖片看着 怎么样 还好吧 那是吗 石头应该落一点了吧 走吧 打扫吧 先上去个地扫吧 然后那个背包还晒 然后你踢水上去 我扫地 好嘞 行动 今天穿的酱酱酱酱的 我们把帮子都打扫了一遍 窗头的浑纱罩 也给他拿掉了 都褪色了 这窗尾的这个 也是属于浑纱罩 照片枪吧 也都给他拿掉了 能改垫看看换新的吧 窗垫子把它掀起来晒了 我老婆给这打扫一下窗底 他打扫到死房间了 太可怜了 死房间就剩一包了 哎 这一包给你的不错了 离开假有半年左右后 咋咋回来 感觉还是 感觉有一点汤土 或者说 说不出来那种感觉 老婆你说 我没有吃了 汤土 你以前离假 一天呢 回来都不汤土的 那个不是去奋斗去了吗 对 这就去做外了 好了 一回打扫干净 我们就回去了 我们今天只会来 把我们的卧室 还有楼上楼下 楼上这块 打扫干净一点 人暂时还是不回来 大家的那种收拾好 过段时间 咱们弄一个仪式感 就着郭庆街 跟着郭家一起欢乐 欢乐 是不是 是微微放炮 嗯 那就不用了 那就有啥仪式了 哈哈 好了 我们收拾完了 现在我们要回去了 妈 我走了 不吃了 不吃了 走了 去个脏衣服 多吃 嗯 好 你要吃啊 我不吃 手吃一大袋 脏衣服 去阿西 好了 今天视频就拍到这了 我回去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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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说 吃饭 吃饭